下了最后的命令 让我在十天之内 必须找到归零计划 陈山和徐碧城大收遇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次秋风渡石库门 您正在审问徐碧城的时候 如果连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都无法相信的话 还能去相信谁呢 我真不知道你是天生会演戏 还是真的没心没肺 都是一起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兄弟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 是啊 也该是个天天玉丽的大姑娘了 兰芝 你怎么来了呀 快快快 去那边走 是 初总 竹飞在掌的翅膀 你怎么回事 开门 墩思 都从 叔叔 叔叔 你没事吧 追 快 来 来 这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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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那边 快 快 快 我们都是自家姐妹 以后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自家姐妹更要讲究李叔 对呀 我们家老李关照了 他人不来 李一定要到 你一定要注意毕忠良的一言一行 如果我在十点钟之前还没有回来 你要马上想一个理由 赶快离开毕忠良家 明白了 别客气 就是啊 毕太太 有嘛 去开门 哦 好 小姐姐 你来了 李相亲 李相亲 太太 小姐姐 你来了 晨深 你不是陪小姑娘看电影去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 拉倒吧 没见过这么爱拍谱的女人 油盐不尽 让我花钱受这种女人的气 还不如孝敬嫂子和各位姐姐呢 我看看 我晓得这个电影的 这不是百乐门那个头牌演的吗 她叫什么来着 胡锋 对对对 就是她 我可喜欢她了 十点还有最后一场 应该还有票 那十点呀 这就是十五分钟就到了呀 你们去吧 我教会有个朋友在附近住 我得去看望她一下 你们去就行了 那汪姐 我们下次见面再好好聊 好的呀 陈队长 要不你开车送我们一下 我的车扁头开走了 要不我帮你们叫黄毛车吧 行 那一样的 好好好 赶快赶快赶快呀 老毕呢 他处理也有事 你先在家坐 等着他一会儿就回来 行 嫂子 走 快走快走 快 你们去那边 报告 去坐 人没追到 跑了 跑得太快了 有二宝呢 不知道 没找着 那边缺几个人 所有角落都不要放过 快走 快 这边 这边 那边缺几个 快点 快点 李主任 李主任 我是李二宝 是 李主任想做规定计划 把整个行动书搞到天翻地覆的 刚刚毕中梁已经开车出去了 好像是 好像是去他家方向了 李主任 我可按你的吩咐一直盯着毕中梁 现在行动书大乱 你可不能不管我 你先不用慌刘二宝 让你在他身边潜伏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这一刻要用你 记住我说的话 找到绝对 让他到毕中梁家门口潜伏下来 不管是毕中梁或者陈深 如果有人妄图拿走归零计划 给我就地格杀勿论 好 去吧 谢谢 谢谢刘玛 对了刘玛 刚才我买票的时候 看见旁边商场正好在打折 好多生活用品特别便宜 一直到深夜呢 你要是有空的话去一下 曾啊 干嘛我没叫就起啊 那我也没用啊 请 两个小店 才能带补很高 corridors 徐小姐怎么还不来 下车 别吵 我让你下车 你别乱来 别吵 毕丑 你不能去 大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不能接受你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 还是朋友 毕丑 你不能去 毕丑 毕丑 东西拿到了吗 什么东西 我是应该叫你陈身 还是应该叫你麻雀 你一直都在协助唐山海和徐碧朝 一次一次在我眼鼻子底下浑水摸雨 不就是为了桂林计划吗 从宰相到唐山海 再到李小楠 他们有谁不知道你的身份 他们却像飞蛾一样 一次一次牺牲自己 在保护你的性命 在帮助你拿到桂林计划 苏三显说的全都是真的对吗 你就是麻雀对不对 就算你现在杀了我 你也不会是最后的赢家 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们还能相信你吗 那你以为我把你放走了 他们就能伤势我吗 老毕 我记得你把我带到特工总部的时候 跟我说过 人各有志 但是跟谁干都是各为其主 这个江山谁来做还不一定呢 其实从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已经是一个叛徒 你别跟我撑这些 我问你一句话 陈山 这么多年一来 我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吗 陈山 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 为什么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 你的信仰就是让你遍地临上到你七零子散啊 但你对得起这个国家吗 对得起你曾经的信仰吗 我们都知道 日本人制定这个归零计划 就是为了给他们失败留后手 作为兄弟 如果看在这份兄弟情的份上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现在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你把我的行动处搞得翻天覆地 就留下这么简单一句 你要不要跟你一起走 怎么走 日本人会让我走吗 会让你走吗 在你的计划里 你一直就计划着带我一起走吗 你就是一直在利用我对你的信任 你一直在骗我 你一直在跟我作对 是不是 如果我是在跟你作对 那是因为你站在日本人那边 而不是中国人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作兄弟的话 作为兄弟 我请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也给你和嫂子一次机会 陈深 陈深你干吗 你怎么拿枪对着忠良呢 你怎么拿枪对着自己的好兄弟呢 你先问问你这个好阿弟 他到底骗了你多少年 他拿着行动处的钱 却干着共产党的活儿 共产党 共产党 陈深 忠良说的是真的吗 嫂子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跟老毕的仗 今天一定要算 陈深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要杀了忠良吗 陈深你做共产党没关系 你做共产党没关系 但是忠良它是我的命 你要是杀了它 你就先杀了我 你别管 蓝芹 杀了我 他不敢开枪 自从他上次在战场 杀死过一个少年兵之后 他就从来没有敢开过枪 你走 忠良 不要 走 来 开枪 你敢开枪吗 你敢开枪吗 陈深 开呀 开呀 敢开枪吗 陈深 开呀 开呀 杀了他 杀了他 开枪 杀了他 开枪 你还是在骗我 你还是在骗我 你跟我说你不敢开枪 你还在骗我是吗 你连枪里有没有子弹体 都填不出来 黄浦特训般的教官 黄浦特训般的教官 自己都颠不出枪里 是不是有子弹 啊 你注定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无名英雄是吗 这是你自己选的 外面我的人马上全都倒了地跑得了吗 这就是命 我们做人我们要信命 我们做人我们要信命 你怎么可以真开枪 你走开 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暗地开枪 周良 我不管你们有多少恩怨 也不能杀了他 放了他 我求求你放了他 你走啦 周 不能杀他 你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但这件事情不行 今天我要不把他打死 以后死的就是咱们俩 你走 走开 那 你干什么 那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那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吧 你打死我吧 别走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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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会杀我的 她 如果她真的想让我死 刚才那一枪我已经死了 如果你真的有一点两知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你就应该让我带着归零计划走 走 走啊 走啊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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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是一直问我 你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在相是我的亲嫂子 你会死在八雀手上 李小楠是他的亲妹妹 但是像你这样作恶多端 总有一天 我的人会找你算总账的 可是他们都是爱国的勇士 可是他们都死在你的手上 你一直是一个懦弱的人 你想当一个普通人 安分守己 苟且偷生 可是你选错了路 你在这条路上一错再错 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从民族大义上来说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你走 你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碧 如果下辈子 你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汉奸的话 我们再做兄弟 快 上车 快 快 快 跟上 过点 陈深 按你的安排我不敢进去 我们怎么办 听我说 现在我来不及做解释 一会儿开车把所有人引开 你在这儿劈劈 去宝山 捞户铁铺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交给铁匠 他会带你们去延安 你怎么办 我要是能活下来的话 我就去找你们 你告诉毕生 在延安等我 好 去那边 踏开 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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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快 追 快 快 追 快 追 快 快 追 快 别的跑了 追 立 快 快 追 快 放放 PRESIDENT 做 要 , Vatic 烤 骑头将 非要把你打成马蜂窝才肯投降吗 李主任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等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把刘二宝 安插在毕忠良身边这么久 就是为了把主养肥了再杀 你早就知道 我跟毕忠良今晚会有一战 但无论是他死还是我死 你都不会让我们俩任何一个人活下去 其实我非常喜欢像你这样的聪明人 可是聪明人一旦背叛 就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把归零计划交出来 或许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你知道吗 你嘅 sole 陈陈 快跑 徐碧城 追 追 追 快 快 给我追 追 追 快 追 快 追 追 快追 别动 快追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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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碧城 你躲了这么久 终于自投落网了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是个汉奸 狗汉奸 陈神 小兄姐 脸 终于自投落了 一眼 恐怕 尊重 无论 亦 很好 听说陈身是你的相好 你们还真是一对 苦命的鸳鸯 毕章 你没事吧 你听到刚才爆炸的什么吗 是陈身 陈身不会有事的 不管谁有事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 你一定要活下去 不是陈身 那不是陈身 我说了 那不是陈身 根本就不是陈身 他答应过我 他会回来的 大川 你告诉我 他要活着 对吧 那不是陈身 那不是陈身 零二三同志呢 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来 零二三同志说 这次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他会去延安报到的 他跟他的妻子 约定在延安相会 零二三同志 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神哥 神哥 陈身 神哥 这伤心 毕章呢 毕章 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 反对内战 反对内战 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 反对内战 拿着 谢谢嬷嬷 快 多吃点啊 给 拿着 谢谢嬷嬷 乖 拿着 来 谢谢嬷嬷 来 谢谢嬷嬷 刘嬷嬷 门口有个男子给你的 给我的 嗯 嬷嬷 这不是你要买的药吗 来 不过 不过 有点 有点 不过 有点 你 不过 有点 我 有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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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